李玉彤复仇成功 薛之谦违约赔钱倒库 渣男终究要为自己买单 薛之谦和李玉彤的求锤得锤的大战终于下架了 虽然出发群众们没有看到结局 但这场大战对于老薛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事件的来龙去脉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小编在这就不多啰嗦了 薛李大战之前 他还是靠段子翻红的深情男歌手 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 在老薛身上出现了不恰百思 但绿同一出现了 完蛋了啪啪打脸呢 深情人设都是假的 只爱前妻的人设也是假的 都是假的全线崩塌 照片被恶搞 当初生命住院时有多少人歌颂老薛敬业 老薛的敬业现在却被说成 在丽人设摆拍真是 薛之谦参加的综艺节目更是频频被撤 而他的娘牌班杰台也很有可能将他从中秋挽回的艺人名单当中去除 之前薛之谦可以算是中方运势的常客了 不过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班杰台应该也不敢冒着口水淹死了危险 行老薛吗 还记得去年薛之谦在参加硬彩的《私人定制》的时候 硬彩曾戏称我给你讲你大概只能轰两年 简直是神预言啊 除了节目被毙 老薛的广告代言也纷纷被广告商下架了 与肯德基合作的代言广告也被撤 要知道前一阵子可谓是大街小巷都是薛之谦的身影啊 在牛咕噜与童不愁上演之后 开封菜方面更是将所有店内的薛之谦海报 并与之有关的东西全都撤下了 估计如此 蜜薛还被索赔2000万人民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